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俗话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医生看药方 由此可见,白萝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养生价值 雪梨是我们生活中常吃的一种水果 它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哦 随着天气慢慢的转凉 我们适合多吃一些白色的蔬菜和水果 今天就分享一个白萝卜和梨非常有营养的吃法 下面我们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将白萝卜和雪梨放入一个大盘里 再加入一些小苏打 小苏打有清除农残留的作用 我们先将萝卜来清洗一下 我们都知道萝卜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秋冬天,我们特别的适合 适当的多吃一些白萝卜 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 萝卜的皮我们要留着不要去掉 它可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所以平时我们在吃萝卜的时候 萝卜皮不需要削掉哦 让白萝卜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之后我们再来清洗一下雪梨 平时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都会把梨皮给去掉 其实梨皮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 雪梨的水分煮吃起来甘甜 可以清热去火 平时我们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 尤其是秋冬天 在秋季我们民间还有一个顺口溜 就是少吃两瓜,多吃三白 做好这两件事,秋冬季节少生病 这里所指的两瓜就是西瓜和甜瓜 这两种水果都是属于韩性的水果 多吃三白是指白萝卜,雪梨,银耳 白萝卜我们先给它切片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直接的放入砂锅里 再来把雪梨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后也放入砂锅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泡好的银耳清洗干净 秋天我们要多吃一些银耳 不仅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还可以美容养颜 对我们女性朋友特别的友好 把银耳清洗干净后 我们再用剪刀把它剪成小块 银耳的根部我们就不要了 银耳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剪好后也一同把它倒入锅里 我们再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红枣 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 剪好后也把它放入锅里 再往里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我们打开盖子 用勺子给它先搅拌几下 让食材可以均匀的受热 然后我们再盖上盖子 让它再煮10分钟 10分钟后我们再打开盖子 现在的汤汁已经开始变得浓稠了 这时候向锅里加入15克的冰糖 现在是中秋了 气候比较干燥 这个汤最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喝了 我们把盖子盖上 然后再继续煮10分钟 10分钟后 我们好喝营养的雪梨汤就做好了 喝起来口感清甜滋润 非常的美味 秋冬季节我们一定要多煮一些来喝 食材普通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大人小孩都可以喝 如果你觉得这个汤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